听众朋友 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是分三个部分 录制播出的 就是上中下 全书在播放的过程当中 收到了全国各地 好多听众的来信 这些来信就有鼓励 对我来说有指证 有商榷也有希望 这么说吧 这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书信 使我增添了 讲好这部名著的信心和力量 这个评书三国演义问世 不是从我这开始的 好多前辈 那么甚至追溯到更远 从这个宋元明 那时候就有好多呀 三国演义小说的这个画本了 所以小说画本呢 就是小说成书 据说是在两个部分的基础上成的书 一个呢 一个呢是陈寿的三国志 一个呢就是评书的画本 那么在今天 再讲这部小说 应该说赋予小说一些心意 那这就对了 所以好多听众来信呢 问我 说怎么样运用这个评书这种艺术形式 来改编讲书 这部名著的 讲这部书啊 和讲别的书 有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甚至于有听众问我 遇到些什么问题呢 我又怎么解决的呢 那么为什么 听这部三国演义 觉得里面呢 有好多时代气息 那么这个问题呀 一句话两句话 难以说清楚 有些问题呢 因为还在摸索探讨 虽然这些问题 我不能一一的正确回答大家 但是有一点 可以跟大家讲 就是我呀 非常喜欢 三国演义这部小说 我是诚心诚意 想把这部书 用评书形式 来介绍给广大听众 三国演义呢 是一部历史演义小说 同时他同一般的演义小说 还不一样 这个三国演义 大家都知道 他描写的是一千八百多年前 诸侯格局 群雄纷争 这样一些故事 全书是反映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 从人物来讲呢 有几百个 那么战争场面呢 也有数百场 全书啊 可以说是 文起五倍 斗智斗勇 气势可谓大义呀 要不怎么有的人称三国演义 是当时那段历史的 一座人才宝库 也有的说呀 他是一部活的兵书 是一座军事大课堂 我觉得这些评价呀 都不为过 那么 这么一部 按说来讲 就叫重头戏的小说吧 那么 要把他用评书形式 讲给现代观众听 这个说实在的困难啊 确实不小 那么 他首先要求这个 播讲人呢 那么必须站在 实在的高度 去分析 理解 认识 那么 书里边的 这些历史事件 包括 好多人物 也只有这样 那么才能啊 驾驭 这部剧著 仅从塑造人物 这方面来讲 塑造人物 按说 应该说是 评书艺术之魂啊 在评书艺术里 把主要人物 都称之为叫书胆 那么 那么三国演义 描写的这些人物呢 可谓人物众多呀 你就拿这个三角人物来说吧 三国有三角 三角人物是谁呢 就是曹操 诸葛亮 还有关羽 当然有这个孙权了 还有好多 文臣武将的吧 这些位大都是些叱咤风云的 政治家 军事家 那么在塑造这些人物的时候呢 我在编辑同志的帮助下吧 是尽可能的摆脱呀 那么旧的观念束缚 用这个历史唯有主义的观点 去评价 评说 并且通过呢 对人物内心世界的这个开决 去揭示 援助 那个丰富的 深刻的 思想内涵 咱就拿这个 诸葛亮来说吧 这是呢 国人非常熟悉的人物 他的这个聪明才智啊 实际就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 也就是说 是我们人民智慧的化身 他的形象 他的这个言谈 他的举止动作 哎 都那么 潇洒 飘移 啊 说诸葛亮 未出茅座啊 就已经定三分天下了 哎 为刘备制定了 莲污抗曹 那么改革内政 发展生产 那么展介荆州 哎 作为一个立足之地 然后呢 去西川 和朱荣 辅一月 这一整套的这个战略方针 诸葛亮 这套战略方针啊 那是非常符合 当时那个历史发展规律 为了他 要帮助刘备 实现 这位刘皇叔的统一霸业 这位诸葛亮先生 南征北战啊 啊 戎马一生 遗憾的是呢 年仅五十四岁 就病死在 武藏元的军营之中 这可真是 应了那句诗词了 出世未竭 身先死啊 啊 他的这个智慧和胆略 以及他的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精神 今天看来 也值得称道 因此我在说 诸葛亮的时候 把一些主要情节 比如说什么 贤走财丧啊 像什么 蛇战群儒 草船借鉴 三七周瑜 六出其山等等的吧 都进行了一番艺术加工 并且在这个原著的基础上 呃 我们还做了一些丰富 发展了一些情节 呃 比如讲这个 七秦梦霍 那么就加进了诸葛亮呢 帮助男人 这么发展生产 教他们 野链技术 就野铁 啊 织紧 盖房子 呃 早已呀 深入人心 哎 那么不单 他的这个功绩 他的智慧 被人们传送 甚至于 还有好多些后语俏皮画 啊 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啊 啊 就说诸葛亮这个人物 在我国来讲 那可谓是 家喻户晓 人人皆知 嗯 深入人心 但是在这个援助 和民间传说当中呢 呃 对这位诸葛先生 好像有些神话的色彩 那么我在塑造诸葛亮的时候 是怎么处理的呢 首先呢 我就避免了这个 诸葛亮的装腔作势 啊 呃 把他美化的跟神仙一样 特别是对一些迷信的情节 那么我们都适当的 呃 做了一些科学的解释吧 呃 或者说呢 呃 也就是说给了一些评点 呃 比如说诸葛亮料事如神 啊 他怎么个料事如神呢 能掐会算呢 他既不会掐也不会算 那他的聪明才智呢 怎么来的呢 呃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诸葛亮 呃 知识 渊博 呃 他看的书也多 呃 就拿这个诸葛亮 谢东风 来说吧 呃 他在谢风以前 那么 在龙中的时候 他就苦读 功耕 啊 学到了和积累了好多 那个书本和实践的知识 所以后来啊 说他知天文小弟礼了 倒不是什么知天文小弟礼 那就是说诸葛亮比较这个准确的能预测一些气象 那当时气象学还没这么发展 可是诸葛亮呢 呃 所以就觉得挺神奇 啊 把这个 当时的这个 江东三军大都督周瑜周公锦 都给站住了 所以他随时啊 琢磨了要把这位诸葛先生给除掉 嗯 呃 特别是在说空城地的时候 那我就详细的描绘了 在斯巴仪包围西城 这种危急的情况下 那么诸葛亮呢 他正确的分析了司马仪的心理状态 就是说 知敌啊 哎 了解敌人 那么这样呢 诸葛亮 才想出来一个 弹琴退司马 嗯 当然这是 一段虚构的故事了 嗯 但是呢 这段故事很动人 哎 也很可信 诸葛亮啊 呃 他是不是在任何时候 都不慌不忙 一字一板的呢 也不是 就拿这个空城地 呃 这讲书来讲吧 我就说诸葛亮的心情啊 相当紧张 啊 那么他为什么 要在这个秦霞里面 放上一把剑呢 啊 放上一把剑 一个是呢 压压秦音 他心一慌啊 手就颤 呃 弹出那个秦的那个音啊 呃 就不一定那么准 哎 第二个呢 可能当时诸葛先生 呃 也下定决心了 如果司马依一声令下 带兵进城 他只有呢 在城头 自吻 这不能这个诸葛亮当了俘虏啊 这也说不过去啊 这个 所以呢 呃 通过 这个这个他这个稳健之中啊 见这个明快 呃 谈笑之中 呃 看出诸葛先生的风雅 那么处事果断 呃 欲试不慌 实际诸葛亮 所以这个具体人来讲 他也是啊 游喜有忧啊 哎 有欢有愁 有血有肉 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的感情啊 和普通人一样 哎 随着这个 气情 哎 在变化 那么 赤杯大战 点将结营 这些故事里 当时 那诸葛先生啊 可谓是 潇洒 一性高采烈 可是六出奇山与司马仪对类的时候呢 呃 就把诸葛亮给示了一下子 怎么 这司马仪拒不出战啊 这位诸葛先生也是一筹莫展 啊 出于无奈 他想了一个办法 含着含着司马仪 给他送去一套 妇女的这个 衣服 这司马仪也对得起 这位诸葛先生 他还真就穿上了 穿红带绿的 愣在阵前走了这么一圈 哎 差点没把这位诸葛亮给气病了 要说诸葛先生的胸襟够可以的了 但是这人司马仪他不上当啊 呃 那么 我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啊 那么就突出了 诸葛亮 出这个奇山 就六出奇山吧 啊 呃 他为了自己这个魏靖的事业吧 哎 呃 怀着这么这么 呃 一腔的这个这个 暴国之治吧 哎 也是 没有办法的 哎 那么 辞世而去了 哎 呃 诸葛亮啊 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人 他也脱离不了啊 好多这个历史的局限性 那么咱们再说说曹操 这个历来啊 对曹操 哎 都有争议 哎 在舞台上啊 呃 这个 特别是戏剧舞台 哎 给这个这个 曹操来个大白脸 三角眼 那么我在 塑造曹操的时候呢 我是尽量避免这概念化 标签化 哎 曹操是个性格非常复杂的人物 哎 他的这个复杂性格 带有那么时代的特点 那么只有把曹操的功过说足 那么也就是说 对他的功过 都要加以评说 才能有利于呀 认识当时这个封建社会 把曹操的形象树立起来 哎 曹操的地位呢 那么 是是一位丞相了 哎 可是呢 他不仅仅 就是一位 朝中的丞相 他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军事家 哎 政治家 诗人 也可以说是一位当时的大文学家 哎 他这个扫平群雄统一北方 为全国统一打了一个基础 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那么曹操在这个创建建安峰谷 写下了好多不朽的诗篇 你想什么 老弟福利志在千里呀 至今人们不是还在引用他吗 还有曹操 选贤任能 屯田 智学 他有很多功绩 所以我对曹操的功 哎 都作为重点的平复 那么曹操呢 是一个残暴的封建统治者 他错杀了吕博社一家 同时把吕博社本人也杀了 所以气得成功离他而去呀 那么 后来呢 曹操是 为报复仇 学习这个徐州 杀了杨修 杀害了华佗 那么我在说曹操的时候 对于他这种善惊多疑呀 奸诈残暴啊 是听众来信 表扬我说 说的入目三分 我觉得还很不够 那么揭露的还不太足 那么再写 说这个曹操这个既爱财 又既财既残暴 可是他感情又很丰富 就是他这个这个 其实曹操是很重视人才的 那就对关羽来说吧 养了关公十二年 上马金下马银 美女十名 最后呢 关公挂印封金 人家溜达了 就是曹操那样 也不伤心 还亲自送到霸桥前 还赠他一件锦袍呢 说来呀 这个三国演义 里面还有很多 比较难塑造的人物 说是关羽呀 这个这个 关圣帝君嘛 是不是 这个人物也挺不好掌握的 说的忠义无双 他也有优点 有缺点 那么对刘备 对桃园兄弟 可谓呀 一息千秋 但是呢 殷小义 坏大义 特别是那个狂傲劲 一上来 不管不顾 把他哥哥的霸业 扔到九霄云外去了 那不是诸葛亮嘱咐他吗 让他东河尊权 北居曹操 关键时候 他全忘了 所以走了卖城了 他哥哥刘备 未给他报仇 江山也不要了 一陵一战 惨败而归 从那 那就算把西川 给断送了 这都是因为一个义字 要不怎么说 这哥们义气 这玩意儿得有点分析 不能为了哥们义气脑袋一热 既不前思也不后想 总得有仨字够朋友 什么朋友就够朋友 好好颠愣颠愣 完了之后再说 反正这么说吧 《三国演义》啊 这部小说前前后后 文化气息特别浓 说起这个文化来啊 那么他对 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啊 国家繁荣啊 社会发展啊 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拿我们中国来说吧 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 丰富的文化 那么中国的文化呢 出思想 出战略 出智慧 这个《三国演义》 这部小说就生动形象的 体现了这些特点 那么在激烈竞争的新世纪 就是说现在二十一世纪了 已经进入数字化的时代了 那么讲基因 讲纳米 讲科隆 这个甭管讲什么 离开文化也不行 所以说呢 世界上有好多优秀企业家 这是听说了 他们都看过三国 也研究过三国演义 我想他们研究这目的呢 就是运用三国里面人物的智慧和谋略 那么经营他的企业管理 把这些谋略啊 这些智慧啊 运用到这个商业竞争之中去 他千方百计 想这个 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吧 那么 这些朋友们 都借鉴了 我们这部剧著中的 好多优秀文化 智慧谋略 那么我们自己 为什么不能 把它好好运用一番 我们要想永远立于世界民族之邻的前列 那我们首先就要发展经济 就要提高啊 我们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就要用人类的知识 包括我们自己祖先的这些知识智慧 那么 现代的知识 那么去武装我们的头脑 这三国演义啊 不是说是一部活兵书人才库吗 那我们就力求把这部剧著 用评书形式 这算是一个方面吧 深入浅出的介绍给广大听众 那么为了弘扬呢 我们民族文化 做这么一点点贡献 在这里啊 我感谢许多专家 学者 我的编辑 以及各位领导 以及广大听众 对我的帮助和支持 我说的这个评书三国演义啊 还有许许多多 遗憾之处啊 要不怎么说搞艺术 就经常会出现这么两个字 这也在所难免吧 希望听众朋友多提宝贵意见 使我的评书三国演义啊 不断的完善提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